都说绿儿是爸妈的贴心小面袋 下面那个来自机灵的妹妹 都在爸爸的身体自己送上了惊喜 没有没有没有 还好 非常的漂亮 我再看看那个重点 网友小称 惊喜便惊傻 这个小面袋可能有点露风哦 黑白色的礼物 两个看起都有点怪 两口子吵架 冷赞 随便逛了一圈菜市场 拉小的回家一看 收头的菜深通不 前几天吵着架 然后一直冷战 没说话 因为我们没有沟通嘛 都各自出门了 就去买菜买回来了 结果一看 是一样的 瞬间就乐了 看到没得 这菜是真是给了一家人 微信收看25元 微信收看38元 微信收看200元 微信收看925元 微信收看150元 微信收看76元 他家里应该是在超市的 家庭练科目二的时候吧 都穿防晒服 戴着帽子 戴着服装 就怕他就被晒到完 这两天来练科目三的时候 又过不了那么严 就报名的时候就看了过 网友说教练也体会了一盘 走到搜钱的感觉 默默地说 所以下午的钱 可能顶教练半个月的工资哦 其实出来刚说 把车厅的这个轻轻微整理 出来才发现 车上人被过来 你说我把车厅的 前面有电话 后边也有电话 你要是说不给我打电话 你说我也不怪你 那你说你眼神是不是也不好啊 你没看我这写着开口俩本呢 是不我是干啥的是吧 你这攻击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啊 那都别怪我了啊 这是专业对口了 刚出门 就来活了 走你 近一 则将他在津青五泉村的一位居民发现 自己网购的东西 截二连三地消失 而且还是一件又一件地丢 隐无可言后 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调查发现投快递的 居然是两只小狗 他们一直望风 一直进去投快递 得手后一直在门前的炒机上 拆开快递 另一只则继续望风 两只小狗配合默契 动作敏捷 一看就是投快递的老 你都多大了 被你让六分的小孩抓 近日河北保定 六岁小男孩在家中养了一只小鸟 但是小鸟太调皮跑出笼子 于是叫姑姑来抓小鸟 姑姑不敢抓 男孩瞬间崩溃大哭 吐槽姑姑 三十岁了还不敢帮捉小鸟 你都多大了 这个怪你都快翻识了 五岁二十好吗 近日在安徽宿州 也有一位童年无几的孩子 拖间休息时 四年级一男生 要将他亲舅舅介绍给老师 男孩生 他舅舅有一米八四 家中有一百多万的房子 四十多万的车 直接问女老师 你满不满意 老师听完后 当场大笑 一百多万的 四十多万的 四十多万的 男生跟老师说了两遍后 地上纸和笔 要老师把电话号码写在纸上 网友之后 外甥为了舅舅操碎了心 而在陕西西安 一对游客夫妇入住当地某酒店 随后核酸检测成阳性 一位爸爸带两个孩子 恰好去这家酒店游泳 第二天被隔离 爸爸拍视频 记录下了和孩子一起隔离的生活 俩孩子在酒店玩嗨 在床上蹦蹦跳跳 吵吵闹闹 而这位父亲端着饭 吃出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网友表示 心疼这位爸爸隔着屏幕 能感受到妈妈不用带娃的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